125个Cases 我们的政府宣布封城 进行MCO 昨天 69个Cases 政府宣布解封 这是逻辑吗 今天刚刚的新闻 看到105个Cases Infected 我们解封的后果会是怎样 刚刚我在商业区兜了一圈 很多车子 看到很多商家 都开始出来为5月4号的解封 的商业活动而进行准备工作 那 我是一个企业家 我是一个生意人 我们做生意的 我们做中小企业的 在这段时间45天 已经流了很多水 我们没有收入 我们人工要支出 很多的Expenses 但这个时候 是对的决定 对的决策 去解封吗 政府 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来看 北海盗再次爆发 因为早解封 中国 哈尔滨再次爆发 武汉再次爆发 德国再次爆发 假如 我们解封了10天后 4天后 再真的是 有2nd wave 那我们商家 一定是 不能 不能继续做下去了 很多企业会打 这个是真的 经济会受很大很严重的影响 因为 我们 中小企业的 真的是 没有得到很多政府的自主 什么SRF 有多少位 想问一下 有多少位商家 可以有得到这方面的自主 我们给的工钱 员工工钱 很多都在 政府自主的双倍至三倍以上 那我们得到的自主是多少 如果在有2nd wave的话 我们继续留学的话 最惨的肯定是人民 肯定是员工 因为 很多商家 很多企业 开始 倒闭 裁员 老板还有饭吃 员工可能就没有饭吃 那时不是病死 而是很多人会饿死 亲爱的政府 真的需要想一想 这个是 是不是时候 然后 对的选择 来做这项抉择 希望 这件事情有用途 是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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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i Entrepreneur Merayu Kerajaan Malaysia Teluskan PKP dan Pataukan PKP Bersyarat Segera Kami Tidak Mahu Kesilapan Negara Lain Yang Beri Keronggaran PKP Berurang Di Malaysia Kami Masih Boleh Teluskan PKP Termin Masa Depan Negara Kami So Harap Kerajaan Malaysia boleh membab keputusan untuk Teluskan PKP Malaysia Boleh